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吳天文台说台风巨雀继续移近本港 可以看到台风巨雀继续靠近香港 在今晚8点的时候巨雀集结在香港以南 大概是160公里左右 我预料巨雀将会采取一个西北 或者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动 持速大约是16公里 大致而向广东的西部沿岸 同事仰定因就在旺角 旺角外面天气怎么样 Rianna 旺角这里市面都比较平静 天气都未见到特别转换 都没有下雨 但是风势比较大 偶尔中都会出一些比较大的阵风 都会吹起一些杂物 其实街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 不过仍然有些店铺或食事 就选择继续开门 希望继续做生意 我们看到市民都陆续等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准备回家 不过也有人选择继续逛街 继续逛商场 在报道就这么多了 先交给新闻部 很多间航空公司的航班仍然维持正常 国泰航空 港龙航空和中华航空 今晚航班仍然如常出发 由于天文台预计 台风巨着午夜最接近本港 听早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或者受影响 呼吁市民出发前往机场 先查询最新的航班情况 我们随时会再为大家报道风暴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